现今在海上旅行 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还要安全 但这并不表示 人们对搭船这件事情毫无疑虑 每个人都至少能够说出 一件有名的沉船事件 有些人宁愿待在陆地 也不愿意冒险出海 但我们真的该担心吗 现今是否会发生 像铁达尼号那样的灾难呢 穿好你的救生衣 并且登上救生艇 因为我们要来 找出答案咯 我不是说你的船快沉了啦 我可不想让在大西洋上 观看影片的人惊慌失措 说到搭船啊 在留言里面告诉我 你最想参加哪趟游轮之旅哦 有人听到有什么东西掉到水里吗 大概不重要 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之前 我们得先知道 是什么导致铁达尼号 成为史上最严重的船难之一 每个人大概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船撞上冰山 而救生艇的数量不够 而项链一直都在螺丝的身上 呃 这算剧透吗 嘿嘿 抱歉啊 先不考虑虚构角色 基本上这些都是正确的 但其实还少了一些关键的细节 导致沉船的最大问题 与20世纪初期远洋渡轮的文化有关 这些船的船长 承受着严格的港口出入时间压力 要维持理想的进出时程 十分困难 而且经常需要把船轮逼到极限 我们也不清楚 船长是否真的完全意识到危险的存在 在当时呢 船上的无线电操作员 通常是第三方公司的员工 向船员传达消息 比帮乘客发送私人电报还不重要 当铁达尼号的无线电操作员 要另外一艘船不要再通报有冰山 因为它还有很多的私人电报要传送的时候 这导致了无法挽回的结果 此外 当时普遍认为 冰山并不会对船只构成重大的危害 实际上在几年前 一艘名为威廉黄厨号的德国游轮 在船首与冰山相撞而溃缩之后 还是完成了航行 大约在那个时候 铁达尼号的未来船长爱德华史密斯就说 现代造船业已经克服了这一切 认定发生这种海难的可能性 已经不复存在了 人们在今日嘲笑铁达尼号宣传自己永不沉默 但在当时这其实甚至算不上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史密斯船长选择全速前进 他确实有命令铁达尼号的撩望手注意冰山 但是由于行政疏失 船员一直都没拿到双筒望远镜 救生艇不够也归因于对碰撞的潜在危险产生误解 而不是因为它们只是这一艘大船的装饰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 如果需要弃船的话 乘客和船员会由同一个地区的另外一艘船接驳 从来没有人想到 会有必要将船上所有人都送到救生艇上 这也能够解释 为什么疏散的时候相当的混乱 而许多救生艇甚至还没有载满人呢 尽管这是相当大的疏失 但如果有人及时接听了遇难电话 那原来的计划可能会成功 是这样的 在1912年 船上还不需要有人全天操作无线电 这代表当遇难电话响起来的时候 离他最近的加州人号 那位被铁达尼号要求闭嘴的无线电操作员 正在睡觉 更糟的就是 铁达尼号的无线电操作员 在遇难信号中报告了错误的坐标 这表示即便接起了电话 船只也难以找到铁达尼号沉默的所在地 这些就是铁达尼号在那个命运之夜 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过度自信 沟通障碍 救生艇不足 以及 救援船只无法定位其位置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是时候回答我们主要的问题 如果铁达尼号船难发生在现今 会怎么样 铁达尼号沉默后 我们建立了许多新准则 来防止发生类似的事件 首先呢 便是在北大西洋该区建立国际冰山巡逻队 在早期这表示带着双头望远镜的人 会在船上和飞机上流着比水 但幸运的是 现在跟一百年前可不一样了 现今比一个世纪之前更好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 我们的冰山探测技术变得更加厉害 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加拿大海事和海滨局 会定期的使用配备雷达的HC-130搜救机 在该区巡逻 以扫描是否有冰山靠近主要运输航线 借助全球定位卫星的额外协助 和过去船轮的报告 这两个机构能够每天更新北大西洋冰山的位置 由于雷达和声纳等等技术的普及 单一船只发现冰山出现在附近的反应时间 也变得更加的充足 这些进步大大的提高了海上旅行的安全性 但这并不代表完全安全 事故仍然有可能会发生 因此现今会要求大型船只 为船上提供数量足够的救生艇 而且船员还会接受疏散流程的相关培训 现代的船只还必须拥有全天无线电操作员 这样做有几个好处 其中之一就是没人想成为错过遇难电话的人 加州仁号的船长因为错过了铁达尼号的电话而被开除 他甚至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啊 紧急无线电求救的标准化程度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1912年的水准 此外呢 如果船只需要救援 GPS定位能够告诉救难队准确的位置 救援工作也比20世纪初期更加有效率 海岸警卫队会维护各种紧急车辆 从小型的船只到直升机到大型的船只还有飞机 他们还能够协调与该区的其他民用和军用船轮 并且派遣救援 那么铁达尼号发生在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啊 嗯 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能是发生在2012年的 哥斯达协河号的船难 当然这起沉船的事故发生在地中海的温暖水域 而哥斯达协河号撞击的是岩石而不是冰山 但其产生的相似灾情可以进行一些比较 故事是这样的 这艘意大利游轮在穿过吉料岛的时候 擦撞到了水底胶岩 船长认为自称十分了解该区域可以自行判定方向 因此关闭了哥斯达协河号导航系统中的碰撞警报 后来还发现该船还有许多影响因素 例如船长的女友也在场 与铁达尼号不同的是 协河号有足够的救生艇 能够安全地将所有人送下船 但不幸的是 没有任何程序改革 能够填补人为的错误 沟通障碍 未能遵守紧急程序 将疏散推迟了半个多小时 发布弃船命令的时候 哥斯达协河号已经开始严重的倾斜 以至于船员无法将多数的救生艇放下海面 当海面稳定的时候 共有33人丧生 另外有64人受伤 虽然这么糟 但哥斯达协河号擦撞的地点 为乘客和船员带来了许多预料外的帮助 首先 事故发生的时候 他们就在陆地附近 这表示一旦船长送出求救信号 救援很快就会到达 实际上有许多乘客在救生艺的帮助下 直接就游到了岸边了 如果他们撞到的是北大西洋的冰山 那可能就游不远了 当铁达尼号沉没的时候 船只距离陆地约644公里 而海水的温度是冰冷的-2度C 好消息是 在现今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碰上这种事 如果铁达尼号在现今擦撞了冰山 那么海岸警卫队会部署一小只船队 和直升机前来协助撤离 不仅如此 当求救信号送出的时候 该区的每艘船都会直接前往该坐标 由于有指挥官监督并有组织地进行撤离 因此这种现代铁达尼号 根本算不上是灾难事件 另一方面 哥士达协和号则凸显出 无视安全预防措施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不要让这些船难使你不敢计划 加勒比海之旅哦 与在七大洋之中航行相比呢 开车上班还比较容易受伤呢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知识 请给我们的影片一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 这是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其他影片 你只需要点击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并持续锁定在我们亮生活频道哦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